在疫苗供应有限的情况下 政府制定优先施打顺序 21号公布的最新接种顺位 其中纳入社福长照机构 照护员及长照对象 但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 秘书长陈锦宁就说 台湾目前约有80万失能失智 及身形障碍者 仅有一成三使用住宿室机构 更多的是生活于家庭 他呼吁政府能将长照的 主要照顾者甚至是家庭 列入优先施打疫苗顺序 政府21号最新的 COVID-19疫苗接种顺序里面 忽略了广大的长照家庭 特别是在家里面的照顾者 或者外籍移工的需要 那根据英国、美国、澳洲、加拿大 这四个国家的政策分析 就发现除了考虑年龄 还有特殊疾病跟失能的状况以外 最重要的就是他们会考虑到 家庭照顾者的重要性 因为照顾者会担心染疫后 传染给家里面这种比较高风险的 被照顾对象 再来如果他们倒下 而不能照顾的时候 其实被照顾者的福祉 就会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家总在这边呼吁政府 可以尽速地把符合长照资格的这些家庭 包括聘雇移工的家庭 或是使用长照2.0夫的家庭等等 都纳入到优先失大的范围内 其中也涵盖到家庭照顾者 跟外籍移工这两个很重要的对象群 家庭照顾者往往不是一个人 同时也背负着被照顾者的生命 因此家总呼吁政府 新冠肺炎接种顺序之第五类 应增加这类照顾者及家庭 建立更好的防护网 记者温宇俊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